英国苏塞克斯公爵哈里王子与王室的关系多年来一直令人担忧 自从公众开始攻击他的妻子梅根、马克尔 而他的家人未能为他辩护以来 哈里王子和梅根、马克尔与其他王室成员之间的裂痕就越来越大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看王室故事的那个拉不住的风筝 为了方便下次容易找到 看视频前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哦 我们接着往下看 虽然现在他们之间隔着大洋 但哈里王子似乎仍抱着与家人和解的希望 在最近的一次采访中 他说原谅是100%的可能性 尽管他很快又说我想要问责治 实现和平的愿望是存在的 但前进的道路仍不明朗 在经历了这么多年的伤害和背叛之后 他们从哪里开始重新建立起那些桥梁呢 家庭不和从来都不容易解决 更不用说在世界舞台上上演了 对于哈里王子和他的家人来说 他们的麻烦开始于他们的恋情公开后不久 小铺开始对梅根 马克尔进行恶毒的攻击 作为王室第一位混血成员 梅根 马克尔从一开始就受到种族主义报道和残酷的嘲笑 当白金汉宫没有站出来支持他 并谴责媒体的行为 甚至在王室内部助长歧视时 这只会让哈里王子和梅根 马克尔离得更远 在奥普拉 温福瑞的采访中 哈里王子透露 他们的家庭成员几乎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遏制小报的疯狂 甚至还积极地向记者提供故事 以便让自己看起来更好 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指控 加深了分歧 虽然他的父亲查尔斯国王和哥哥威廉王子 最初对哈里王子和梅根 马克尔辞去王室高级成员职务的决定感到难过 但自那以后 他们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张 虽然哈里王子选择在媒体上曝光家族的丑事 但他的亲戚们却一直保持沉默 不愿参与其中 如果要达成和解 第一步必须是问责制 对哈里王子来说 这可能意味着他的父亲和哥哥 要承认他们在他的不幸中扮演的任何角色 并导致他和妻子离开他的王室生活 在面对种族主义攻击时 未能支持梅根 马克尔 为此道歉 可能对修复关系大有帮助 反过来 哈里王子可能需要认识到 他在国际舞台上一再批评 他的家人并公布他们生活的私人细节 所造成的伤害 他想要澄清事实的愿望 可能只会 进一步损害他的关系 更加谨慎地向前迈进将是关键 经过五年的动荡 挽救哈里王子与王室亲戚的关系 需要双方的努力 愤怒和怨恨不会轻易消退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理解和和解的共同目标 这个破碎的家庭 有机会找到回到彼此身边的路 尽管道路漫长 但如果双方都能以宽容的心 对待这一过程 并以责任为指引 温莎王室可能会再次团结起来 多年来 双方的分歧一直在加深 但也许他们站在一起的新篇章 无论多么不完美 仍然可以被书写 而哈里说着和解 这边的梅根又要出书 这次她的重点 将是与凯特王妃相关的隐私 梅根放风说 自己手里还有在王室那两年期间 写的秘密日记 其中大量记录了一些 和凯特相关的内容 她和哈里一向不是说话算术的人 上次想让查尔斯国王 给丽丽贝特和阿奇王室 头衔的时候 还细事淡淡说 再也不消费王室 不再制售与王室题材 有关的纪录片和书籍 不再公开爆料王室的内幕 然而 这才没过几天 跟二姐就开始啪啪打脸了 估计这事又揭不开锅了 毕竟最近她和哈里是干啥啥不成 丢人第一名 邀请名人参加孩子生日宴会 没人搭理她 想为迪奥做代言 人家怕她拉低人家品牌的档次 想参加皇室赛马会 国王没邀请她 想带斯宾色王冠 让哈里改为母性 舅舅不接受 不过 没跟一说要和哈里离婚 那支持的人可是多了去了 凯特也算其中一位 而且凯特当初还在媒体上公开表示 要帮助哈里 走出她那不堪的婚姻关系 而且考虑得相当周到 甚至于律师都帮她找好了 可惜这个哈里 真是尿性 转眼就被梅姐给腐蚀了 看来 梅根是舍不得哈里啊 所谓三年不开锅 开锅吃三年 英国王室还是有钱 梅根只要手头紧 就可以隔三差五地来敲敲竹杠 拿点风口费 一劳永逸 嫁给王子的生活真是贝爽 不过梅根这次打算 拿凯特隐私来获取利益 能不能实现还是未知 她可能没有意识到 如果她敢以揭露凯特的隐私 来谋取利益 王室将会请全球最顶尖的律师 以诽谤 造谣和污蔑的罪名告她 况且 民众并不认为 梅根能够揭示凯特 有什么见不得人的问题 无非是一些生活习惯 性格方面的小事情 像凯特没把口红借给她用 或者她对凯特在家光着大脚丫 感到吃惊之类的 这样的案例一旦曝光 只会显得她屁事太多 大家都很清楚 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情 并不值得记在秘密日记里 而她梅根却一直有这种雅性 毕竟她梅根的信誉在那里摆着 所谓的日记 她现编都来得及 以她口碑来讲 她爆料的凯特 即使真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 大家也都会选择原谅 毕竟大家对待她和凯特的态度 是有天壤之别的 梅根只在王室生活了两年 她又不是和凯特住在一起 而且凯特一直都不喜欢她 她能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 可以爆料呢 如果真有凯特的猛料 早就被曝光了 凭她的性格 也不可能瞒到现在 梅根一直都是自作聪明的人 她现在就是每天都在挖空心思 换着花样威胁王室 但大家都知道 王室是不会被她所威胁的 梅根就是抓住了 王室不争辩 不解释的软肋 但是查尔斯国王也不是好惹的 老国王已经说过了 要和女王一样 为国家服务到最后一刻 尽管王室现在没有了王权 但他们仍然是英国的象征 如果有人恶意伤害王室的荣誉 英国政府势必会为他们做出回应 至于她想抱什么猛料 就让她抱呗 谁不知道她是个撒谎精 大家实在闲了 看戏吃瓜就行了 小编个人的观点是 那句阵笼发聩的王家回复 也许每个人的回忆 有所不同是出自凯特之手 难怪这句话在全篇 我们对公爵夫妇所遭受的痛苦 非常难过 你们永远是我们最珍贵的家人的 软绵绵的讨好中 显得如此不同 让人过目不忘 多亏凯特的力挽狂澜 不然梅根的信口雌黄 就会在王家软弱无力的辩解中 成了掉进裤子里的黄泥 不是实也是实了 要知道 现代社会中 网络的力量是多么的强大 如果刻舟求剑的 秉持女王不解释不抱怨的原则 一成不变 也许今天的王室 早就被哥儿姐丹方面的 指入为马所掀起的网爆击溃了 好在王家命不该绝 娶了凯特这位意志坚强 不被哥儿姐的讹诈所裹挟的中流砥柱 在关键的一局站稳脚跟 没有被这飞来的横祸打垮 而以为能靠着奥普拉访谈 一战成名的梅根 却在回忆不同的反击中 说的瞎话被不断扒出 甚至主教大人都亲自下场立正 梅根撒谎 在王室的强硬回击下 梅根逐渐露出骗子的马脚 失去了民众的信任 一步退步不退 直到现在 溃不成军 也许当初梅根没有选择 凯特作为主攻对象 他也不会现如今就如此凉凉 速度之快 令人目不暇接 怪就怪梅根选错了对象 惹错了人 他以为被他动不动就气得 脸色铁青 浑身发抖的大嫂 是软柿子呢 所以在奥普拉访谈中说 别人都是模模糊糊地点到为止 单单指明道性地说 凯特气哭了他 而且还心虚地提着小花篮 主动上门求和 这还不算 还冷嘲热讽地 把大嫂的外号 等待凯特给爆了光 虽然并没有卵用地 找不了一句他是好人 杀人诛心 不过如此 他大概是忘了 什么叫打人不打脸 骂人不接短 或者是极度让他面目全非 不知道这一时的口舌之快 会给他带来什么样的迎头痛击 将付出什么样的沉重代价 格尔姐也不想想 当他还像眉头苍蝇一样 到处乱撞 吃了上顿没下顿 按他自己讲话 整天开着一辆门 都打不开的破车 到处试镜寻找生计的时候 人家凯特早就嫁给 王楚主政后宫 格局要比他大得多 没两下子 怎么可能在 鸿门四海的王室 如鱼得水 梅根以为捏的是软柿子 没想到踢到了 一块烧红的铁板 不知道梅根会不会后悔 自己当初的油眼无珠 但是相信 凯特一定会感谢 哥儿姐的无理挑衅 让他风暴成长 经过这几年的风波洗礼 现在的王楚飞 有权有钱有人爱 甩天天焦虑 拿力搞钱的老弟妹 十八条街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你对王室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评论区留言 我们一起探讨 别忘记订阅开启小铃铛 小编在此万分感谢你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 我看你了 你误会 你也不想看你